我紅得你啊 我幫我包你的頭啊 信不信啊 鬥爐、渠載、濫收車子 相信大家都聽過這些對的士的批評 交通諮詢委員會數字顯示 去年涉及的士的投訴和建議個案達一萬一千宗 上升的主因和司機駕駛行為不當 等個案增加有關 為了改善的士服務 政府建議推出專營的士 首階段為試驗計劃 透過招標批出三個為期五年的專營權 共六百架專營的士 期間不可轉讓和續期 社會各界對專營的士有不同的意見 的士業界普遍批評專營的士參與門檻過高 又擔心造成不公平的競爭 香港的士商會主席黃寶強表示 業界近年一直向政府提議 由他們自發提供優質的士服務 提升行內服務水平 認為當局無需另外推出專營的士 我們很多車隊都已經做同樣的事 符合了政府要求 我覺得他們不想收 但是我們不斷反對 我們覺得對我們不是那麼公平 根據的士業議會統計 現時全港有超過二十萬人持有的士駕駛牌照 但活躍的的士司機大約只有四萬人 當中更加有不少是體監司機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副主席譚文豪認為 隨著政府加推六百個專營的士牌照 專營的士難以找到司機 司機其實我問的關於當局 是需要一個新的的士牌照才可以駕駛 就不是普通的士牌照才可以駕駛 在這方面我都很擔心 政府如何找這麼多人去突然之間入行 其實現在的士入行已經是困難 你還要有一個新的牌照要他們去考 而不可以用回本身的的士牌照 其實這方面我覺得 都是會有困難的 對於他們怎樣找人 如果要考專營的士牌照 司機就要讀專營的士牌照 即前課程 以及通過這個課程的考核 同時都要接受由專營公司提供的培訓 的士司機馮先生就說 不介意接受考核和培訓 沒有問題的 你保證到我的收入比現在高就行了 大哥你要達到人家的要求才行 人家給了這麼多錢出來 上車就36元 我要的服務態度要好 或者要有其他要求 那你都要做到人家的要求才行 是不是 你做不到人家的要求 你就不可以叫專營的士 或者說是優質的士 有議員就希望政府增發牌照 加強業內競爭 我覺得是療性於無 有一點點競爭 不過數目是不夠的 它引入專營的士的數目 只有幾百架 相對於全港 有兩三萬架的士來講 只佔百分之二三左右 我記得那個數字 所以本身對市場 其實就不是有很大的影響 而的士牌 是不應該好像過往那樣 是終身的 永久的 是應該有個年期 專營的士一旦推出 它的起標價就比普通的士貴五成 但同時車廂會設有Wi-Fi 和充電服務 亦都可以網上預約叫車 雖然專營的士比傳統的士貴 但仍有市民表示願意乘搭 也有市民表示未必會選擇專營的士 未必會 專營的士條例草案 將於5月8日提交立法會首讀和二讀 珠時網記者梁錦麟報道